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交通黑点 要注意的不止是黑点 还有盲点 喂 喂 珠姐 你在哪 我在街口 刚才忘了拿手袋 所以回头拿, 所以晚了 洪叔和阿薇到了吗 到了, 我看你还未到 又怕今天假期多人 我叫他们上茶楼拿好位置 我打算等一会和你一起过去 好, 等一会, 一分钟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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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有没有事 有没有事 你被车吓到地上 看你有没有事 你突然衝到马路 幸好我的车撞得起 否则 不然你不只跌到地上 这么简单 你开车不小心 碰到人了 还说我突然衝到马路 好, 我不是说你, 你还说我 朱姐…没事吧? 先起床吧… 你听我说的公道话 刚才我来远 看到你一路走一路打电话 一打电话就在车那里捐出来 那是马路危险的, 知道吗? 那你有没有受伤? 那有没有 最重要是你没事 本港去年全年有113宗致命交通意外 当中55宗是行人 其中6成, 就是34宗是长者 在司机方面 有12宗, 就是有三分一宗的意外 都是在转右湾的时候发生 有8成的涉事车辆 都是货车, 又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 53%的司机 都是有超过10年以上的駕駛经验 而35%的司机 更加是有超过20年的駕駛经验 到两天了 朱姐跟我的人去查, 对吧? 过马路的时候 差一点, 朱姐就被车撞了 幸好, 那个司机实际得快 是, 那就… 如果不是, 他不死也会重伤 爸爸, 子明跟我说了 所以今天我特意找个朋友 出來跟你说一下 过马路时需要留意些什么? 过马路有多难? 过马路差不多大家都知道 绝对不难 难就难在, 要你和朱姐这些长者 安全手法, 不贪方便去过马路 我过马路很安全的 我过马路的时候 我向那些司机挥一挥手 他见到我了, 他就不会撞过来 那如果他们一时留意不到你呢? 爸爸, 马路上这么多车 车就有大有小 不是每一部车的司机都直接看到你 特别是爸爸和朱姐 整天捐车的马路就更危险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部车都有盲点 盲点? 洪叔, 其实简单来说 盲点就是车上的左、中、右 三发后视镜都看不到的区位 奇奇, 爸爸好像不太明白 不要紧, 不如等Andy Sir 亲自跟他讲解一下 Andy Sir 奇奇 是, 洪叔, 健哥 他是交通总部的Andy Sir 洪叔, 你好 Andy Sir, 你好 Andy Sir 不如你亲自跟洪叔讲解一下 什么叫盲点吧 好, 但是堅哥你要帮忙 绝对没问题 洪叔 是 你现在当你自己是司机了 你觉得司机在开车之前 有什么要留意呢? 开车之前, 看左、看右 又看后面, 看看有没有人 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就可以开车 好, 那你现在看看车附近 有没有人呢? 好 没有, 没有人 可以开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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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你试试跌高一点 看看车头前面 哇, 原来是堅在这里 是啊 这个就是大型车辆正前方的盲点 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人 如果站在大型车辆正前方 两米范围之内 司机其实是很难去看到他的 至于身形比较矮小的路人 如果他站在车头左边的位置 他有机会被车头左边的A柱遮蓋了 至于右边的A柱 因为他的位置和司机比较靠近 就是说他的遮蓋范围是比较大些 司机在右转的时候 有机会一时间看不到路过的行人 你现在明白什么是盲点? 现在明白了 我当然知道盲点在哪里 以后我过马路也要小心一点 谢谢, Sir 以我所知 交通总部有些计划或行动 去改善这个长者行人过路的情况 没错, 琪琪 其实涉及长者行人的致命交通意外 大部分都是在长者自己一个过马路的时候发生 而事发的时候 往往也有其他的路人在附近 如果大家能够守望相助 这些致命意外 其实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大家在交通灯号 或者在飞行人过路处附近 见到长者想横过马路的时候 望多眼 扶一扶路上同行的长者 香港的道路必定会变得更加安全 来近一年 交通总部将会联同道路安全议会 举办一连串的活动 透过不同的宣传渠道 鼓励同步和市民 留意身边过路的长者 提醒和协助他们过马路 另外, 我们也在五个总区 举办有关街头艺术的活动 在香港各区的街道 去宣传道路安全 和联同道路安全议会 举办道路安全产品设计比赛 吸引不同行业的人士 去运用创意去设计和实践生产 来帮助老人家或者司机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来达到减少交通意外的目的 如果市民和团体 有兴趣参加以上的活动 可以留意道路安全议会的专业 流心蛋Mr.Safe8 也可以联络我们交通总部的 道路安全货 电话是2860-7765 2860-7765 或者电邮去这个电邮地址 查询更多的详细